马勺剁椒面火遍了西岸的大街小巷 一碗好吃的剁椒面 面条让裹着满满的剁椒 吃起来香而不辣 非常的过瘾 那么今天我就把这个马勺剁椒面 分享给大家 大家好 我是观想明陈老师 咱们这个剁椒面好不好吃 关键就在于这个炒剁椒酱上面 首先咱们要准备这种纯鲜剁辣椒 这个剁辣椒的话它比较咸 所以说咱们必须要用清水 给它多洗两遍 这样炒出来的酱的话 它不会特别的咸 小米椒增加它这个酱的辣度 如果喜欢吃辣的 咱们可以把这个多放一点 泡椒的话 主要是提升它这个泡椒味 还要再准备一点这个葱姜蒜末 西红辣椒粉 主要是让这个酱炒出来以后 颜色更红一些 最后咱们再来上一点这个芝麻粉 主要是让这个酱炒出来更香 所有的吃菜准备好了以后 接下来咱们就开始炒酱 锅里面先加入150克的大豆油 再放上50克的猪油 增加这个油的香味 开火先让这个猪油给它融化 温油咱们下入40克的葱花 25克的蒜末 15克的姜末 小火先把这个葱姜蒜的香味 给它炒出来 炒出香味以后 下入我们400克的这个剁椒 再下入15克的小米辣 20克的泡椒 接着咱们开小火 慢慢的炒 将这个酱的香味给它炒出来 将这个红油给它炒出来 咱们大概炒个5分钟 这时候咱们这个剁椒的水分 已经炒干了 看一下这个油 特别的清亮 就专门这个没有水分了 香味也炒出来了 接下来咱们开始调味 放上两克的盐 这个盐不要太重 因为它这个剁椒本身有咸味 4克鸡精 放上8克白糖 再来上15克蠔油 最后再来上10克中鱼吃油 然后给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以后 最后倒入我们这个上色的辣椒粉 15克 然后芝麻粉20克 全部给它倒进去 然后再次给它搅拌均匀 大概再炒个半分钟 咱们就可以出锅了 炒好了以后 咱们将酱给它盛出来 这样咱们这个剁椒酱就炒好了 咱们在炒这个剁椒酱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时间一定要炒到 多炒一会儿 这样的话咱们这个酱才会更香 有利于咱们长时间的保存 再一个炒好这个酱 咱们既可以夹馍也可以拌面 都是不错的 咱们这个剁椒面 除了这个剁椒酱 还要准备两种素扫子 一种就是土豆 度角红萝卜这种素扫子 再一个就是一个炒韭菜 水开以后 咱们把这个素扫子给它倒进去 大火给它煮熟 煮熟以后 咱们给它捞出来 放到凉水里面 给它过一下 锅里面 咱们少加一点大豆油 油热以后 放入葱和蒜 给它炒出香味 接着倒入咱们这个素扫子 放上一点盐 少来一点鸡精 再来一点点十三香 然后大火给它翻炒均匀 就可以了 不要炒到时间太长 因为咱们这个素扫子 它已经煮熟了 我们只是给它稍微炒一下 有点底味就可以了 好 翻盐以后 咱们关火出锅 锅里面 咱们继续加点大豆油 这个油稍微多一点点 油热以后 放入韭菜 快速的给它翻炒一下 不要炒到时间太长 如果时间太长的话 韭菜就炒老了 好了 炒到变色以后 咱们关火出锅 炒好了以后 咱们装入盘中备用 做咱们这个剁椒面用的这个面条 可以用这个拉桥子 也可以用扯面 也可以用咱们这个手工面 今天的话 用这个拉桥子 给大家做一下 熄好了面 咱们把这个四个头 给它捏到一块 第一把的话 咱们直接拉 弄拉多长 拉多长 然后咱们从中间 给它打个扣 第二把 继续直接拉 然后咱们挂一个小拇指 好 挂到小拇指 我们给它摔一下 然后再挂一个手指 最后一把 我们摔一摔 如果想要吃细的 可以再挂一下 好了 拉好以后 咱们下锅 水开以后 咱们下面条 稍微给它停了一两秒钟 慢慢的给它动一下 将这个面给它分开 马勺里面 咱们加入一勺调味汁 放上咱们煮好的面条 先来上一勺素扫子 再来上一勺剁椒 这个剁椒的话 咱们稍微要多加一点 再来上我们的草韭菜 最后再放上一个卤蛋 再配上一个卤鸡腿 这样咱们这个马勺剁椒面 就做好了 然后咱们给它拌一拌 拌一拌 拌一以后 咱们调起来 看一下这个效果 颜色看起来红亮 面条也特别的劲道 关注学习 共得创业小吃技术